問卷由今年6月7日至13日透過網上進行 對象是香港在職及退休社工和社工學生 一共收到3,138份有效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 有九成半人認為修例不合當 有接近九成人不同意擴大社工註冊局委任成員至19名 調查有發現 接近九成半人擔心 修例會導致社工在推行工作時 可能會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 九成人認為政府修例會令社工更難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 也有超過七成人 不同意今次的修例可以提高社工的專業水平 調查團隊認為今次修例會導致政治凌駕專業 打擊社工專業自主 社工失去社會問題的話語權 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的行動空間也會大為收窄 而社工在服務推行時也會非常容易誤踩紅線 隨時會有違法或被拒絕續牌的風險 從在日常工作中感到無所適從 也會損害服務使用者的權益 團隊建議政府在推行修例或之後相關的工作前 必須以尊重社工專業的態度 廣泛並有系統感諮詢和認真聆聽社工同工的意見 並且公開諮詢過程和結果以示公平公正 而另外如果要擴大社工註冊局的組成 由15人增加至27人 其中增加的6名社工成員 也應由註冊社工以一人一票的選舉產生 被選民成員增加至14名 達到維持專業自主之後 團隊表示 今次的調查結果將會提交至立法會 希望在恢復異讀論時 議員能夠考慮超過3,000名業界人士的看法 但由於政治形勢 改變期望不會太樂觀 而調查令外會交給不同社福機構管理層做考慮 而團隊也會繼續爭取與社總及社協有更多對話